今天咱们来学习乡村音乐 我们一直都没有讲乡村音乐 从学电吉他第一课到现在 一直都是摇滚乐 或者是简单的布鲁斯 动漫的音乐 好 今天适合给大家讲一下乡村音乐了 为什么一直不讲乡村音乐 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的风格是偏快的 就是欢快就是快 就快就可以表达欢快的情绪 那最主要的乐器就常用的就是优克里里 或者是那种 因为这种吉他比较小的旅行琴一样的 那种声音啊 你可以弹出那种比较欢快的声音 比如说这种小一点的 它的箱体比较小 它震出来的音头大 共振小 大的吉他 它的箱体是比较大的 共振声比较大 它的音头被那个共振箱体的共鸣埋目了 但这种的话 你箱体里面的声音 没有这个音头声音大 所以 音头比较大的声音啊 适合弹乡村音乐 但是咱们是电几代课 咱们是要用电吉他来演奏 你要说对位的话 用优克里里演奏是比较味道对的 像班卓琴 优克里里 还有一种小点的旅行吉他 都是可以完成这个风格的 也有很多乐队是用电吉他的方式演奏的 好 咱们是用电吉他演奏 好 开始了 我们先来开始讲课 这首歌是一个国外的一个乐手 刀爷 你可以叫他刀爷 这首歌曲 大家可以多听一下关于乡村的一个节奏 它是比较欢快的 就是以十六分音符为主 就是 它弹的时候呢 又不能有太多的死板的那个十六分 就 它要带一点点跳跃性的 我们所说的摇摆 所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A调的 四四拍的 115的速度 快120了 速度是偏中快的 比中速要快点 然后再加上摇摆就有点难了 好 它在前面有三个半 三个八分音符 就这样的 用手 食指和那个中指 还有食指交替 这样来弹 弹完以后 这个十二 是滑过去的 五定向滑音 五定向的意思 之前讲过了 就是从一个没有 没有位置的地方 你可以随便确定一个位置 或者是 或者是 你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这里方便 食品方便 然后 这是一个前八后十六 然后下来 我刚说了摇摆 千万不要 这个感觉啊 就是弹爵士一样 但是呢 他又是比较欢快的乡村 他这样的感觉 弹四下 然后小指来按这个十四 小指按十四的时候 不要只是顾着按十四 你要接下来知道 后面还有一个三个位置 要顾及后面啊 弹到这后面三个以后 下来 退回来 退回来就简单了 你看 这谁都会是吧 这就这样了 好 看下一个 乡村音乐 不是中国的乡村音乐 不是咱们的二轮传这些 或者是村里哼的那些 大街小巷 广场舞的音乐啊 它是从西方发展过来的 入丝流行 这融合在一起的东西 你如果说流行 流行歌曲嘛 正常的拍子 然后再加上一个蓝草进来 流行歌曲带了布鲁斯进来了 然后这个布鲁斯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养牛养羊 这一个生活环境下 写出来的比较土气的啊 所以我们叫草 grace 就是布鲁斯草 你就可以这样理解 布鲁斯 就是蓝草 这就是乡村蓝草 但是乡村音乐 还要细分 也是一大堆 然后呢 它的节奏型呢 要稍微的比流行 会有点像 爵士乐里面的摇摆 它的速度比较快 快120的速度了 16分音 不那么快 还有摇摆的 下一个是要挪 食指挪上来 挪在这儿 挪在这个地方啊 它弹一个 对 这个12 14 15 下上下 正常 记好 上波啊 不要忘了交替啊 这几个音 123456 这六个音啊 然后再弹14 小指放就行了 这个别放 然后小指过来勾弦 15够到14 够完以后 再回14 弹到15 再弹到14 这很重要啊 1234567 够弹回来 再弹 滑上去 上去了 上去是下一步了 啊 这是很重要 关键的一步就这 咖啡时间 咱们今天喝茶啊 给大家介绍一个啊 就是我最近去 外地 淘了一点这个茶啊 在它那里去 坐在那里喝 啊 感觉挺好的 然后我就买了些 这茶就是叶片挺大的 但是它是呃 说是毛尖啊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挺喜欢的啊 啊 用这个水 从上去就行了 还是特别好的 这叫茶很绿 感觉特别好 然后呢 它这个尖 也是最尖尖 也是最尖尖的一个地方 但整体给人感觉很舒服 就是每天你泡一杯这个 工作起来很舒服 感觉 特别棒 好 大家休息好了 继续学习 滑上来以后 到这个17 19品了 到这里了 这里就有点 对 弹一下 然后勾到 在19的时候 勾到17啊 下上下上 啊 哒哒哒哒 然后退回去 两次 好 再回来 这跟前面有点呼应啊 嗯 后面变了啊 绕下来 14 12 然后横按 小横按 这是用这个止度啊 这个止度 平安 在这里 我从这再来一遍啊 加上跳跃 哎 带点跳跃感啊 你不要弹得死板的啊 1234 不好听 是吧 带点这种感觉啊 让人让人能自动的跳起来 这样你好听很多是吧 一一听就像 那个乡村 特别是你快点 那感觉就来了 是吧 好 到这 到这以后 然后 10折 然后10折 推上来 14 13 14 再到 12 这是个连贯的啊 这一步很重要 这是连续往后退的感觉 你要让人感觉到 一直往后退的感觉 把这一步要理解好 好 后面就是 很标准的布鲁斯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把乡村蓝草会说在一起啊 就是带蓝调了 对 它带了蓝调了 就是蓝草味道来了啊 最重要的地方啊 看手 这一个小横按 刚说了 指度小横按 用三指 弹完以后 千万不要用这个手指 12瓶要用这个手指 中指 你用这个手指 你退不回去呢 要用这个 这样才重要啊 好弹 有把握 最重要是接下来更难了 看 这跨一格 很别扭是吧 看起来呢 其实啊 在快速中啊 它 只需要挪B就行了 看挪B 挪B 把B挪来挪去就行了 就完了 就结束了 对 后面 这是我自己加的 不用管它 到这就行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很重要 仔细看手 横按 中指 过来 然后 中指 无名指 你看 跨锅一格 然后再跨一格 回来 12瓶 难度就在于 每次在弹的时候 都要跨 反常识 你正常来说 这三个手指挨着的 我就挨着弹就完了嘛 它隔一隔 这是比较难受的地方 所以 所以大家多练一下 你定一个节拍器 刚开始你可以不用摇摆 你就是 然后把摇摆加进去 把摇摆加进去 这时候你会发现 挺不错 整首 solo就想这里 大家跟着伴奏去练就行了 咱们的伴奏 和谱 会给会员提供 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咱们的会员 会员是收费的 要给大家说清楚 购买咱们的会员 或者是跟老师上一对一的课程 这样子才是对我最大支持 要感谢大家加入咱们的会员 然后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一个再见 好 拜拜